美国犹他周最近下了一场很特别的雨 数以万计的雨从天而降 不过这些不是什么超自然现象 而是当地政府一项历史悠久的生态保育措施 罗晓晓说下 每年这个季节 美国犹他周的湖都会出现这一幕 飞机飞到湖面上空 打开机身底部的仓口 空头无数的鱼苗 飞机先后到访了200多个湖 执行同样的任务 在美国犹他周的野生动物资源部 工作人员每逢夏天就会准备鱼苗空头行动 将鱼苗透过管道从胶筒转移到机仓 飞机储存了过万公升的水 每程可以投放3万5千条鱼苗 人工补充鱼苗的用意 是增加高山地区野生动物食物的来源 和活化湖里面的生态系统 通常可以用货车运送鱼苗 但是不少偏远的湖 远离公路 货车难以抵达 以前只可以用马解决 但是一路电波击壁 鱼苗在途中的死亡率很高 所以由1950年代中开始 由他州改用飞机空头鱼苗 它们全部都是未捉一岁的鱼苗 身长大概5厘米 虽然被迫体验高空跳水 但是由于本身体重很轻 加上空气阻力 下水的时候冲击力会大幅减少 一般不会受伤 传活率高达95%至99% 比陆路运输更高 时至今日不单止由他州 其他州都会这样做 有线电视记者罗晓熙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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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